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从上次被魏无羡奏住院后 他们在混子中的名声已经一落千丈 谁见了他们都得来寒酸几句 此时又见魏无羡伤了他们的兄弟 就想赌一把 就不信他们这么多人 还打不过一个魏无羡 灰头发的那个是他们中的大哥 看了一眼还躺在地上 手腕上的血也还在鼓鼓流出 看起来左手算是废了 杏魏的下手还是一如既往的很 他向身旁的小弟递了个眼色 小弟立马回忆 快步上前把受伤的那人拖到了后方 魏总 灰头发道 你说为什么我们这么冤家路窄呢 魏无羡用刀指着他们 别废话 要么 你们现在就给我滚 立马滚出我的视线 我放你们一马 要么 就上 魏无羡说着 又把匕首指向被他们拖到后方 却还在忍不住 痛苦呻吟的黄头发 冷冷道 今晚 他 就是你们所有人的下场 语气够嚣张 也够跋扈 拦起人左手捂住自己的胸口 望着魏无羡这嚣张跋扈的样子 慕明觉得有些 有些 他一时想不到此来概括魏无羡了 此刻的魏无羡 不 是他今天所见到的魏无羡 跟以往任何时候见到的魏无羡都不一样 魏无羡具有太多面性 两年前 他没有具体了解过 只觉得魏无羡靠着美色蛊惑了他的侄子 觉得魏无羡离京叛道 还带坏了他的侄子 两年后回来 他依然不肯好好的去了解魏无羡 同一侄子继续跟魏无羡交往 也只是没办法了 他心里其实依然不同意 不看好魏无羡和蓝望姬的感情 也不看好魏无羡这个人 毕竟 回国后在商场第一次见到魏无羡的时候 魏无羡的态度就很明显 没有一点小辈要尊重长辈的意思 即使当着西晨和望姬的面 他都不打算做一下表面功夫 跟他问声好 打声招呼 如此小肚鸡肠的男人 能优秀到哪里去 还有宋锦仪回家时 过家门而不入 明明都已经在院子里了 走几步路就能进家门了 他他却宁愿让望姬抱孩子和拿东西跑两次 也不愿帮忙送进屋 只因为记仇他两年前对付了魏家 他也忘不了魏无羡临走前那一声挑衅的口哨 可是那样的魏无羡 真的是真实的魏无羡吗 蓝器人突然有些怀疑自己从前对魏无羡的看法了 即使今天的魏无羡 依然没有跟他打招呼 甚至都懒得跟他说一句话 在他面前依然记仇 依然傲慢 可是一个条件优渥的富二代 愿意图不及礼路 给生活困难的老人和孩子送不起 也会穿着西装就给人家修漏水的屋顶 这样的人 真的还算不得优秀吗 至少 他是心地善良的妈吧 这时 耳边突然传来一声颤抖的爷爷 把蓝器人的思绪拉了回来 那还担心道 爷爷 您没事吧 受伤了吗 我没事 蓝器人抬手轻轻拍拍女孩的手背安慰 视线却始终落在魏无羡的后背上 看着魏无羡的眼睛里 也盛满了复杂的情绪 灰头发面目猙獰一笑 魏总好大的口气啊 两年前我们败给了你 因此也灰头土脸地躲了你两年 可你又胭脂今天 我们赢不赢得了你呢 你可以试试 魏无羡肆意潇洒的动作 把刀柄在手里转了一圈拔完 就算我捅了你们 也算自卫 懂吗 那就看看今天到底是谁捅谁 我就不信 你魏无羡的运气会一直那么好 话落 灰头发一声令下 他手下的小弟 便都朝着魏无羡冲了上去 他们手中的电棍 比首都朝着魏无羡乱挥一气 那阵仗的确是有些甚人 吓得女孩抱紧了蓝启仁的胳膊 只颤抖着声音喊 爷爷 爷爷 怎么办 蓝启仁安慰了几句女孩后 突然忍不住朝着魏无羡 喊出一声 魏英 小心 这是蓝启仁第一次这么喊他 也是第一次对他表示出担心的情绪 魏无羡脸上肆意的笑容 凝固了一瞬 紧紧握着刀柄的手指 微不可查地又紧了紧 伴上 才扭过头来 看着蓝启仁露出一个肆意 却很阳光地笑 道 不用担心 陋落而已 还不算棘手 语气一如既往地嚣张跋扈 背后传递出来的却是善意和万全的自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